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瑶旨 道乡村 泛改唐诗啊 这个有枪毙的罪过啊 可是呢我觉得这么改有好处 为什么呢 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呢 大家也听过 我们向上有一个段子叫诸夫子 把它就是反复重叠句啊 可以去了两个字照样说 不影响原诗的意思 清明雨纷纷 行人路断魂 酒家何处有 瑶旨姓华村 为什么我改的道乡村了呢 现在这个东西 什么叫酒啊 哪叫点心呢 垃圾 就是垃圾 这酒不像酒 点心不像点心 原来我小时候道乡村 那个点心汁 弄过来 咱们不是说 我说我李云杰 我今年我81年的 也算30岁了 虚岁30岁 我小时候赶上八几年 买的道乡村的点心汁 就要这屋了 打开了 喷鸣香 从厕所闻的汁汁的 我就说 这味儿大 能盖过厕所那味儿的 酒 九几年 我父亲出差 买这个分酒 还有什么西奉 真是打开了 这一条街都闻得见 还有炖肉 你再看现在这个 各位少喝少吃 你哪一样没有毒 你要能给我说出来 我扣您为师 我哪一样没有毒 哪一样穿的 带着使的 用的 喝的 哪一样没有毒 大米 有毒没有毒 加一个什么金属原料 面 什么什么白面剂 什么这个那个的 点心 昨天我看一专题片 里边加的叫什么 什么腐化剂 还是防化剂 所有东西里边 那说毒的死都不死 反正一样的 一天你别多吃 你一天啊 你就是几克几两 还套 你要指着这点心 你一天来二斤 那会毒死 那不毒死 这错不了 你说这东西 确实啊 他这个 没法吃 这就是啊 有时候为什么 这一下雨下这么大 你说下雪下这么大 老天爷 这就是惩罚人类啊 为什么惩罚人类啊 过了呀 真是过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要倒退我小时候八几年 那会儿都没有现在这么多多 买点白菜买点蔬菜 什么什么黄瓜 黄瓜顶花带刺 那都抹药啊 而且我们老家旁边庄的西瓜 这么一点打吹红剂 这么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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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打吹红剂 打针 这活得了活不了 吃完这个 高木酸甲 我们家天天礼品 高木酸甲 扎小眼 买那个青菜 什么什么菜花啊 博菜啊 什么那个 还有什么 那圆的叫什么菜头啊 什么的 那个掰开了 搁一盆里边 搁上水 都得搁高木酸甲水泡 那都不知道有毒 这人家哪受光书太基地呢 老农给北京人一句老话 哎呀 北京人就是牛 为什么怎么毒都毒不死 你说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刚才我为什么说这首诗呢 引经据典 我后边说这阎王 开篇开 就是从这清明这开 这都得接着脸上 必须得合情合理 为什么 前辈说这几句诗 清明时节 雨纷纷 清明时节 踏青的时候 踏青啊 浇游啊 出去溜达就了 玩耍玩耍 到那植物园呢 现在咱们北京人都去植物园 在我们老家的时候呢 这就是上坟的时候 踏青 没有踏青 家里准备点什么 干鲜果品啊 一家人呢 去扫墓啊 踏青中午在哪儿了 找个 那个坟地边上啊 可以大家坐下来 吃一吃贡品啊 喝一杯酒啊 说是祭奠仙人 可是呢 就是摆好了呢 最后碗就都吃了 我们也不怕 这个阎王 刚才说这阎王 这阎王不好说 为什么呢 社族的面比较大 有句老话叫 阎王让你三公死 哪个敢留到天明 你要该着当着 该着 今儿晚上就死了 脱下这个鞋来 早晨起来 你就准穿不上 为什么呢 这人呢 都有定数 多大的寿命 发多大的财 有什么灾难 这你是想象不到 说得挺好 做起来难 咱们得积德行善 可别让老天爷惩罚 可是你在无意当中 有可能每句话 就把你的朋友亲人 你无意当中说出来 有可能就伤害着他了 你无心说 他有心听 他就恨上你了 他今儿说我什么 说我什么的 他天天念着你 你说你受得了吗 天天念着你 你这怎么回 怎么说我 怎么着怎么着 要按以前的迷信的说法 这天天念着就不好 还要再更甚者 扎个小人 来一针一多 好家多这少俩嘛 找一墙 哪儿 这在墓的这这 这庄子或这柱子 这这拿一针 啪一多 这小人多 这写着张三 这写赵云霞 啪一多 哈哈哈哈 刚才就化了 啊 这瘦点瘦不了 我们六哥活得活不了 是不是 这得换了 高松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多 让你跑 是 咱们就说这意思啊 虽然说人家呢 当然是很刺 不是很好 哈哈哈哈 不能怎么办 咱这事儿 知道吗 不能怎么办 这在我们老家 刚才我跟六哥那聊天的 我们刚从那大员的 说点下 我刚才下 我也说了一瓶书 我聊天呢 我说这个不好说在哪呢 得加一些 这人怎么死 他死之后 有可能有回来的 而且呢 咱们这个 就虽然说 辽赞原文 有些地方并没有介绍 可是呢 咱们得说出来 辽赞原文四百多篇 有叫阎翁的 有叫阎罗的 这都不一样 阎翁是阎翁 阎罗是阎罗 这都不一样 一点都没有 说相似的地方都没有 普宗陵老先生 高就高到这儿了 这阎罗怎么回事 阎罗怎么样 十八层地域 哪一层哪一层 收什么样的人 这个都有区别 说你 我想怎么着 这十八层地域 我想去十九层 那没有 十八层 我就想去十八层 我想 到底看看受什么罪 那也不收你 因为你这个级别 就是一层 你就是一层 不是吧 出去买菜也方便 说这一子 十八层那一层 哈子不是咱 那个柱楼一层 而且呢 他定点了 告诉你 今天早上起的八点 死 无论是牛鬼蛇神 或者是这个 黑白无常 去家里接力去 这都有点 早一分晚一分不行 早一分进去了 那他犯罪了 晚一分进去了 这人没带回来 也不行 而且呢 他有个愿望 你包括我们那 我们家老家是 大兴 庞子庄 产西馆的地方 我小时候 家里的大人 我爷有个奶奶 就跟我说过 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都记着呢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这个 神鬼妖狐的 当然我也得小 包括我刚才说呢 昨晚我看了一篇 聊斋 这叫诗变 看完了我一宿都没事 这叫 上课和这媳妇跟着 好家伙 我说我这说这能把我吓成这样 这也不意 说明咱这人善良 你知不知道吗 是咱这善的 咱不善咱能胆小吗 是善就怕犯事 多一话都不敢说 少一句话也不说 尽量怎么都行 只要别找上我就就可以 我们老家有一个姓杜的 这是实事的还是 姓杜 这就是 我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是应该是五六十年代 他讲的 这真真事 老头姓杜五十多岁 得一场重病 死了 死了呢 我们老家那会儿 一般的都是 现在跟现在的 拉的医院就没有 停在屋里边 一进门当工线 铺完两头椅子 摆好之后 你铺什么 铺什么被 包裹他们的死人 买的东西 这一身全都 什么脱了精工被 漂白骨的高中水袜子 拦击的盘金线 后点的肤子驴 这口关的可见得 北京前面打不场 万一强不场 他过来排练的金丝男 挂阴尘链 他就说这套 当然这口关也有 白是会 因为我是捧根演员 这个停好之后 来吧 哭吧 老头儿死了 这媳妇活呢 老太太 而女来来都哭哭哭 这一哭 还没哭五分钟呢 老头 坐起来了 听着还不是很吓人 你往后停 老头吞坐起来 穿这身衣服 吞坐起来 一睁眼 我还不能走 老太当时傻了 活了 太好了 别走了 别走了 他的事实在活两年 七呀 我走着半道着 他们带我走 我就想起你来了 我走了 你在家里边 这一待给他们洗衣服做饭 逢逢补补 他们喝起来 对你不好 走 这儿涂什么呀 干脆 你呀 跟我一块走就完了 老太太一听啊 浑身这涵毛都炸起来 别去呀 我别跟你走啊 你这玩笑 不不 你必须跟我走 别人一听啊 这都是戏言 玩笑话 老头活了 这就肯定死不了了 哪有说叫老太太一块走的道理呀 这就准备把老头掺下来 把这身衣服脱了 换成普通人的衣服 老头不干 不小 你呀 不 老头还把这 那莲花枕的往边挪的 躺着 躺着 使老太太这就躺着 我别躺着 你躺着 他说时时会归着归着 换身新衣服 咱们这就走 那他等到门口 等车接咱们的 等会呢 别用过来 快去快去 老太太假模假样 就得了鸿鸿地骗你他 当然了 人家亲戚朋友都在这儿吊笑来着 哪能不听你的呀 是不是 这是你活了是好事 老太太到外边换身新衣服 梳洗打扮 你看老头还不 等他躺着躺着 老太太躺着边上 老头躺老太太边上 一左一右 躺好了 老头往那一躺 行了就这么着了 咱说老太太躺着这就乐了 扶车一冷一跳 还有这事 边上儿媳婦儿子围一群 亲戚朋友都围着 看着这俩人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大乐子呀 老头突然就活了 叫老太太一块走 跟着一块死 这说死就能死吗 老太太 这这么乐着呢 一点一点的 这笑文 往回收 从游乐到独乐到五官挪费 这一点一点的 一伙不如一伙 一时不如一时 这儿媳婦儿一看啊 哎 这怎么意思 这老 瞅瞅看 走到跟前 拿着二龙纸往前一视 这鼻息 冲就回来了 怎么了 决气而亡 老太太 凉了都 老头呢 在这儿一视鼻息 都没到里 鼻子上都感觉了一股凉风 老头啊都硬了 他凉了 他都硬了 整个这俩人 统统地死去 你说这个不信 他确实是听家大人 说的有此时事 你说信吧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这个俩人 说死一块死啊 老头死了起来 等着老太太 这听着可太吓人了 不信 难不归不信 可是后边这 我跟您说这个 比前面这还架个凳子 你听着是玩笑 要细想起来 这个事情啊 都有可能 在咱们身上 发现 别饿各位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为什么呢 您说 一会儿咱们没准就 淋着咱们身上 这个确实很吓人 我先说好了 其实也没那么吓人 看看 把我摄到点想 哎呀 有这么 一会儿咱们 一会儿咱们 叫什么名字呢 叫李九长 李九长哪人呢 山东 渠府的人 官称 叫李二相公 那我一听 这李二相公 肯定就一位大相公 有位大哥 哥俩 在一个大院住 这叫一宅分两院 这么住着 李二相公 为人宽厚 父母老家活着时候 特别的孝顺 这人 个头 一米七几八 方面大腿 鼻子口酷 眼睛啊 薛薇的小一点 平常呢 爱开个玩笑 不说不乐意 说就爱笑 平常那会儿呢 也是穿大褂 爱穿个黑色的大褂 这人特别的正直 特别正直 尤其孝顺父母 那十里八乡 没有不挑大拇歌的 李九长 好人缘 好人缘 没有超过他的 忠臣孝子 人人缘 那个奸党恶人 刘骂名 李九长 这叫李二相公 刚才说了 清明时节 雨纷纷 在山东屈辅 那个地方来说 竟讲的这个祭祖 尤其是到节的时候 清明节 可这一年的 十二个月 这清明这天 祭祖是最重要的 在祖先堂 都磕了头 而且李二相公 带着身边的仆人 叫好喽 夫人 这位姓高 这夫人 个头 挺高 这位姓鸾 这位 二位仆人叫高鸾 高鸾 你们俩 跟着我走 一样的东西 都给我带好了 甘鲜果品呢 哪叫那山中走售 云中燕 陆地 牛羊 海底仙 类似这样的东西 而且酒 拿两坛酒 给我带上 跟我去祭祖 这李九朝 带着两位捕仆人 出了家门 走了三五里路 到了他们家的祖坟 咱们一说祖坟呢 印象里边 就是一个坟头啊 小坟头边来个 这边来一大个 这边再来一小的呀 有可能三五个 人家这个 可了不起的 怎么了 太多的一片 都是礼节的 全是坟头 大的小的 这大的 太大了 中间是一棵大杨树 这杨树啊 就搁现在来说 三五个人搂着 都未必搂得过来 你可想而知 这祖坟有多少年了 这祖坟往下排 一二三四五六七等类 一直排的七八类 才是李久长的父母 李久长带着高伦 这两位仆人 来个父母跟前呢 俩弄好了 摆好的干鲜果品 摆两个碗 里边倒好了 上好的美酒 这李二相公 撩袍扑通跪倒 是尸身痛哭 爹呀妈呀 我看您来了 这是过节了 清明节呀 给您上点 好吃的好喝的 您赶紧带走 千万别流血 我们家里有的是 世节的日子 我再来看您来 痛哭流涕 哭得特别的伤心 高伦二位仆人 在边上相参 二相公 快快请起 不要太伤心了 人终有百岁 是终有一死啊 千万别伤心 以身体为重 二相公 这才站起身来 胆一胆身上的尘土 一聊这袖子 擦了擦 这眼角边上 泪痕 站在这儿 拿酒 拿个酒来 倒好了酒 对着父母的坟头 这一砸 这就算几点了 撒完了酒 把这个碗 放在这个 两瓶子这儿 拿走 刚一说拿走 无意当中 在这棵祖坟 那棵大杨树的后 刷 一股阴风 这阴风夹带了 一个小炫法 这小炫法 非常的快 三转两转 就转得李九长 李二人身边了 当时李二人一看 哟 拿着刨就刚要胆 突然过来 您慢着 别胆 为什么不能胆呢 这个可不是外人 怎么不是外人呢 这是孤魂野鬼 你看咱们家 有祠堂 有坟地 有坟头 这不算孤魂野鬼 咱们有住的地方 这小炫法 孤魂野鬼 很惨了 没有地方收 大庙不收 小庙不留 这会儿您拿袖子一胆 有可能就把他胆散了 这一胆散了 魂飞魄散 更不知道 去往何方了 那怎么办呢 您要听我的呀 祭奠祭奠 怎么祭奠 这不是有酒吗 拿起酒来 祭奠祭奠 好 我就听你的 说着话 这李二相公 李九长 拿起这碗来 倒上酒 这小炫法一看 还在那边 打着旋转转 夹带着很多树叶 他走着跟前 祭奠祭奠 祭奠祭奠 辛苦 冒了这么一句话呢 辛苦 他也不说话 哎 你呀也不容易 说在这儿呢 我这儿杯多酒 您就喝了 您可别先刺 就算我 祭奠祭奠 这个好处 您也没必要记得 好不好 喝完这杯酒 您快点走 我妹就回去了 拿起这酒杯 照着小炫法 刷 这一倒 再看这小炫法 顺着这酒杯 倒这杯酒的尽头 刷 这一卷 这一杯酒 一滴都没有洒 全被小炫法 夹带着树叶 夹带着尘土 穿 全都卷走了 一点没剩 再看这小炫法 卷了这杯酒 噓 一股青烟 扬长而去 俩仆人在边上 点点头 好 罢了 这杯酒 您给他 他给着了 他喝了 怎么见得了 您看 这些一滴酒都没有 哦 这就是他喝了 对 这就喝了 咱们呢 这还有一坛多呢 咱们也喝吧 这仨人推杯 换盏 你一碗 我一杯 他一杯 我一碗 喝的差不多了 俩仆人 掺着这李二相公 就往回走 二相公就有点多了 不剩酒力 今天呢 也高兴 记足 连带着 记这小炫这杯酒 他心里也高兴 转回家去 转过天来 睡醒了 吃早饭 两个不熟人 就跟这李二相公 李九长说了 二爷 罢了 昨天您这点事 干的不错 什么事 您得给那小炫上 记酒的那个呀 这您算机会 英功机的大德了 哎 什么事 这事 这是 我怎么不记得 他喝完酒 一点都没有影响 昨天 如此这般 这般的如此 您忘了吗 哦 哦哦哦哦 怀有此事吗 当然了 您那杯酒 记得特别的好 正是时机呀 他夹带着这杯酒 阳长头去 好 嘿 把这事说完了 就撂在这了 说完就完了 没有 这办事就没有了 过了吗 有那么七八天的时间 这位李二相公李九长 出去办事 办事啊 他们家有买卖 买卖 原文上人家并没讲 是什么买卖 二相公李去要账 晚上回来 天色已晚 在朋友家喝了一杯博酒 有点熏熏带醉 一步一步的往家口 正好走到村口这儿 就觉得身后边 有一股小炫子 刷 刷 这是什么呀这是 回身 定睛一看 哎 这是什么呀这不是 他平常每天都出去 无论是做买卖还是要账 还是走亲访友 都路过这条大道 挨着他们村口 村口除了村子以外 全是一片好田地 什么种的什么棒子呀 麦子呀 花生啊 种一些什么菜类呀 很多 就在村口 马路西边 这一大片 回身定睛一看 起了一片 弱大的庄园 这庄园 他一看 这可了不得了 这庄园 按他的话说 十年 都未必 盖了起这么大的庄园 一看这个 那真是远桥 武器朝朝 近桥 挖摇四少 这片庄园 离近了一看 就跟一块整庄抠的似的 门口有四颗门回 有上马石下马石 拴马的庄子 对挂摩砖队 放八个永币 路边的广亮大门 上有门灯 下有蓝灯 那有回事房 管事处传达处 二门四扇绿瓶 风洒 金仙四 总斗方 写的是 摘庄中正 听得耳熟 这个 八股人 是啊 嘿 真漂亮 正面看着出神的 就看这 黑油漆的大门 这大门呀 可了 两丈多高 三丈多宽 这大门 黑油漆的 全是瘦字的 大金钉 瘦字的 什么瘦字的 狮子 狮子 嘴里带魂 满是 一个排一个 全是瘦字的 大金钉 朔朔放光 他正看着出神的 这两个上大门 有那半扇门 咳呀 开一条缝 里边刷刷刷刷 轻衣连步 脚不特别轻 看不见怎么走道 就跟底下 有一股旋风似的 出这四个仆人 这四个仆人 全是轻衣 特别的干净 又干净 又利落 喉 扇面腰 那是绑大腰圆的 个头一边都 不胖不瘦 不高不矮 这色人 走到李二爷的跟前 这色人同时 身搭一躬 二爷 您的好啊 李下午愣了 是叫我吗 啊对 叫您呢 是不是认错了 不能不能 怎么认错了呢 您叫我二爷 你知道我姓什么 您姓李呀 您叫李九长 对不对呀 对呀 家里排二 李二相同是您吗 是我呀 走走走走 别给别 别断别断别断 什么事就就就就拽我 我们家主人呢 要请您吃饭 请我吃饭 刚才说起来呢 这人不认识 咱们俩不认识 要朋友可以 三五知己 我去现在的天 来杯凉啤酒 来盆花生米 来盆江珍松花蛋 还得走大桌 江珍松花蛋 这菜有多大似的 江珍松花蛋 再来几个肉串 尤其这板筋 这肉筋 三五知己 一块喝点 这好啊 这都认识 俩人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凭什么你就 请我吃饭呢 这里边万一 有别的事 我受骗 可怎么办呢 这不能去 我不不不不 二相说的话 就往外推 我不不去不去 加了还有事情 加了夫人在等我 我得确实今天已经 不不去不去 说话不去 再看这四位青衣人 两位搭着胳膊 两位一哈身扶着脚 就跟一股炫松似的 刷 夹带着李二相公 顺便那门缝 进去了 他一进去 这门 咳呀呀呀 啪 这门缝一关 二相公还挣扎着 哎呀别拽我拽着 无意当中一回头 呀 老门 门没了 没有这道门 当时二相公 还耍一下 是不是我看错了 再回静静一看 确实 这条大门 踪迹不见 再往前走 他就死了心 为什么呀 大门没有了 他怎么走 怎么出去呀 他就撒开撒开撒开 别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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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拽他这个镜头一下来 这四位轻衣人也就不拉不拽了 二相公 您踏实跟我走 我们主人有请您 你们主人是谁 你们主人那个谁 那谁那不是谁吗 谁呀 这不是那个谁吗 你说呀 您一会儿进去 您就看着呢 您不说我哪知道吗 走走走 进进进进进 二道门 大厂摇开 五月宣明 一水红地毯 五月宣明 出了一排人 吹吹打打 这四位轻衣人 驾着这位李二相公 就过了二道门了 二道门往李 是垂合门 一个小圆门垂合门 这垂合门 开着一扇 闭着一扇 这闭着这扇 二相公 走得还差十米 就到这垂合门那儿了 五月当中一抬头 定睛光看 呦 当时就走不动大伙 怎么了 在这垂合门 关着这扇门上 盯着一个人 盯着这个人 可太下了 披萨的头发 这两个胳膊 伸着 这边手掌心掌 定着一大钉子 再看这边的手 也定着一大钉子 围图这条胳膊 正中间的胳膊活着 这钉子 可不是一般的钉子 您看那棺材没有 顶棺材板那大钉子 您看我这扇子了吗 最起码有两个扇子这么长 真的有这么汗一大钉子 坐实实 钉在这儿 钉进去 顺着钉子往外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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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着血 滴进一片都是 屁散的头发 穿着内衣 浑身都是血迹 血迹斑斑 当时一看 呦 这人怎么这 这是谁呀 轻轻轻一看 这腰费有四尺 这个儿也不小 披散的头发 大眼睛 大磕了醋 红裤子绿上衣 这是怎么了 啊 说水浒就这么大灰火吧 哈哈哈哈 哈 这不至于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怎么意思 这这当时就说不出话了 这这这这这这这 说实话 他站在这可不敢走了 再往前凑个两步 再轻轻一看 他一抬头 再看这位 踢伞的头发这位 无意当中往上一抬脑袋 当中有这半柳头发 一起露了半拉脸 二项目定睛一看 可了不得了 谁啊 这不是外人的这个 是我们同事 我们同事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谁啊这事啊 这不是我嫂子吧 那是我嫂子 刚才我跟您说了 他叫二项目 毕竟有大哥们 大项目 大项目毕竟有嫂子呀 还没有媳妇 这不是外人 正是李大项目的媳妇 二项目的大嫂子 再一看 他这嫂子 又抬一下这般蓝脸 往上一抬 一吹气 从嘴里边发出一种声音 这一挨 这一挨 挂回那风里刷 整个这头发 啪 起来了 再看这位 嫂子满脸都是血迹 一只眼睁 一只眼闭 正是嫂子 哎呀 怎么给我这儿来了 我嫂子 弄这儿来了 把我再弄这儿来了 怎么能啊 我没干亏心事 我是政治的人呐 为什么政治的人有此下场呢 那每天都胡说八道 坑人骗人 啊 在那后台指指点点的那帮人啊 怎么不把他弄的 非把我政治人弄这儿了呀 我来了 我嫂子那儿盯着 别问了 我哥哥呢 我哥哥的小妾 我那直男妄女 包括我媳妇 我的孩子 你听到这儿 哎哟 坏 不会把我们家一网打尽了吧 都射点一块儿统统的面 哎呀 这 这怎么办 这这这说的话往下就堆呼 这条腿就直不了了 这条腿立着往下一摘呗 这四位青衣人 有两位放你一餐 怎么着二将公 这这这这这半天嘴也歪了 哈拉不流去这这这这这这 说半天这也说不出来了 怎么一次 就怎么这样了 你看我们家准备 走走走 俩人掺着这班二相公 俩人掺着后俩人跟着 进了这道垂合门 回来看看这嫂子 这嫂子从嘴边刷刷流血 二相公 过了垂合门往里走 再一看 太阔气了 那这是毕沉沉流利造就 明晃晃保顶装成了 楼台电阁 凋梁化柱 好一派的人间仙境 那柱就 那都这么粗 那驮 都这么粗 那脸都这么粗 都这么粗 没懂 好家伙 漂亮的 再一看 这四位青衣人 缓缓倒退着 就出了这道锤后门了 就被二县龙一人 在大雄宝殿当中 抬头定睛一看 有一个龙叔案 龙叔案底放着 有把上子 边上的小木头 拍个洁白的手绢 再看 下牙护板 哎哟 这是什么地方 透过这龙叔案往后一看 再看这位 好吗 金甲天神一般的 九尺多高 打个头啊 方面大耳 鼻指口方 双耳垂伦 肩宽背后 往这一坐 头戴脸流弯 身穿褶防袍 腰细欲带 足大巢穴 一看这位 眼睛瘦瘦 放弓 哎哟 真亮了这个 照都睁不开眼 紧走两步 到这根前 身搭一躬 辛苦 刘玛说这么一句 您是 哇哈哈哈哈 李九长 正是小人 怎么不认识老夫了吗 不认识 二相公黄继德 那日祭奠乎 什么叫祭奠乎 就是您还记得 您敬我那杯酒吗 祭奠乎 什么祭奠乎 这会儿二相公 脑一片空白 什么祭奠乎 还想那儿 不记得了 那日郊外 有个小炫粉 还记得吗 祭奠 小炫粉 哦 可能有这个印象 我 卡朵 我就是这小炫粉 您就是小炫粉 柴晋 柴晋 年纪轻轻的 不要看水壶 这都独海人民的 看什么不属于虎啊 你多看个聊斋不好吧 你啊 小炫粉柴晋 这还真有人吃着这名字 我就是这小炫粉啊 您就是小炫粉 那 二相公一抱拳 您 是哪一位 再看这位一掌身影 站起来了 站后边一甩的刨就 咕 拿这只手一缕海下的五柳短人 故乃五的 炎君 这就是炎啊 不对吧 恰死你 哎呦 是真的 流血了 哎呀 这这这这 这不对 你们这炎君 这这个不是怕见阳光吗 这这这个怎么 咱们 这我是活人 对我也未必是活人了 咱们咱们怎么见的面了 哈哈哈哈 当日 他清油丸 忽质郊外 偶遇二相公祭奠 一直祭的二相公对我这点恩典 今天特意把你设了来 请您 吃酒 二相公 一下如火 二相公一听还喝酒 您把我嫂子定在这垂合门上 哗哗流血 把我嫁在这儿来的色青亿人嫁着连推拜访 这是请人喝酒吗 这了 你们家请人喝酒都这样 他可不敢说 这是阎王呢 哪惹得起 这个这个喝酒倒是可以 不过不过什么不过 我请您吃饭 不过 啊 你等眼睛 再看你眼中 涮 射出两道寒光的 当时照着二相公 脑门上 二相公就觉得撒一下 怎么了 就跟烫的是那么热 这个喝酒还是可以 不过 不过在下有一事不明 在阎君面前领教一二 不知意下如何 不过 有事只管讲来 又往前走了一步 阎君 十方才进门之时 垂花门上 并照一妇人 不知此妇人身患何罪 如此下场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九长 这句话问得正合适 你也就是问我 问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问问你 那个妇人与你何关系 她乃我的嫂嫂 她是我大哥的妻子 哈哈哈哈 绿酒场 扶而上来 这位李二相公 青开锤慢落足 走到跟前那儿 就听阎君对他 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当时这位李二相公哭腾 就做了力气了 阎君 还游 是吗 我对你讲的这些 一五一十 全是实情 错非我 天下没有一个人 对你讲这一遍事情 也是我呢 不贤良的扫扫 闯下大祸 招惹原君 您 发此大怒 我在此 替他求个人情 能否把我的嫂嫂 撤下来 哎 既然二相公 有此要求 你又祭奠过我 我感恩你的殷勤 出你这个句话 我把他摄下 一抬这个袖子 再看这二门板 刷 无翼而飞 没有了 二相公坐在这 你也带带发愣了 阎君呢 哎 咱就别喝酒了 怎么 没有心情 您等我这 摸还能喝酒吗 好 今日招惹的二相公 心里不痛亏 改日再请 哎 别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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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我都不来了 好 叫手下的众人 来呀 有 送二相公出门 这四个轻衣人 刷 轻衣连路 一阵旋风 来到二相公跟前 一家哥 二相公走 刷 第一阵清风 这就出去了 二相公一低头 哎 哎 再一抬头 到村口了 回身定睛一看 这座大庄院 是不翼而飞 不见了 再看这四个轻衣人 在后边 往后一倒催 四个人画个四个小旋 刷刷刷刷 也不翼而飞 哎 回家 回了家去一宅分两院 他可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 这时候 天光大亮 按现代书就过七点多钟了 直接奔着大哥家 看一看他这个嫂子到底如何 他这嫂子呀 已经有十多天卧床不起了 浑身就突然当中 这条胳膊 从这胳膊里往外渗血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渗血 浑身的难受 不知怎么回事 哎呀 疼死我也 哎 再看那里 二相公 开着门 病惊一看 他这大嫂子扶着胳膊 坐在床上 正跟他的小嫂子啊 俩人连说在骂 正骂他的小嫂子呢 怎么着 别看我这胳膊有病 我这嘴不闲着 啊 我脚嘴不闲着 我想说去什么说去什么 大嫂子起来的 招我生气 拿过一杯水来 让我喝水了 我自想喝 我自不得想喝 我山西邦的一喝喝 爱喝喝 我又喝水了 又拿过一哨病来 哎 我吃哨病 我自想吃 是不得想吃 我乐意吃不乐意吃 重心的气我 再看这个小嫂子 唯唯诺诺 一低着头 哈了腰 不敢直着事 怎么这副尊荣呢 一进门 嫂嫂 哦 二弟来了 来来 二弟来个坐坐 等一会儿了 跟他小嫂说 你先出去 我跟嫂子说点事 好 小嫂子出去把门带上 这位李九长 坐在这个 嫂子对面 嫂嫂 您的病体如何呀 哎 我门二弟 您看看 这血还在流 嫂子 我做了什么冤孽了 上天如此 惩罚 哎 嫂子 看来您是有冤孽的事啊 没有冤孽的事 怎么会如此下场呢 这嫂子当时一听就不乐意了 哎 兄弟 这叫什么话呀 我都没跟你说是人情了 你哪能这么话回应我呀 李九长的意思 是想跟这嫂子说 你不明白你怎么回事 可是我知道 知道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嫂子当时就急了 呀 哈哈哈哈 差了事了 怎么意思啊 啊 我是招你事招你了 自尽得你们家 李家门钱 我是哪里对不住你们家 啊 今天说的名道路清 欢不罢了 说的名道路清 我拍脑子送你 拿着你枕筋 一包着胳膊 蹭就下来了 说清楚了吗 哎呀 嫂嫂啊 嫂嫂啊 身患重疾 如此下场 欢有此言吗 那意思 你都这样了 还这么刁难吗 啊 这嗓子一听 哈哈 二项目 二地 李久长 李久长 我哪错了 啊 是王老娘那我偷东西了 是玉皇大帝那我捉奸了 我哪里错了 你说出来 说的话 这只手 抱着这胳膊 往前就凑过 那意思 你跟我说 我说今儿完不了 这么大的眼睛 是破口大骂 李久长 李二项目 实在是压不下那口气一听 哈哈 你让我说 我就说 嫂嫂嫂嫂嫂 真刺人肠 何其罪也 没意思 真刺人肠 拿钢针 啪 刺人肠子 何其罪也 什么罪也 再看这位嗓子 往前一探身 刚要骂 听见二爷那句话 呀 又回去了 哎呀 这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 福瑞哥 哎呀 二弟如何得知啊 没意思 你怎么知道 他自己觉得我这件事情 做的特别巧妙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你是如何得知啊 哎 不满嫂嫂 二弟 我有一朋友 他告诉我了 朋友 敢问你这个朋友是 他想的可不是外人 他想的是家里面家都院工 哪一位知的这件事情了 告诉二爷了 二爷说 哈哈 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不知二弟哪一位朋友 告诉你真词人常呗 朋友啊 我的朋友就是 阎王 谁 阎王 哎呀 二弟交替甚广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连阎王跟您的关系 那你别管 我们把兄弟 什么叫把兄弟 把兄弟 这怎么回事呢 他一说真词人常 这大嫂子就吓一跳 这得从他那个小嫂子说起 刚才我跟您说了 小嫂子唯唯诺诺 站在那低着头 哈着腰 弓着身 他可不是说怕 为什么 他肚子疼 前三年前 小嫂子生产 产下一男婴是盘长而节 什么叫盘长而节 就是生的孩子的时候 里被肠子突出来了 接生婆吓一跳 大嫂子正好赶在这儿 帮着接生婆把这肠子推回去 可是推回去就推回去 这个汉杜之父的大嫂子 一生都没有生养 看见这个小妾 就是小嫂子 生了一男婴 怀恨在心 在边这个婆子里边 抽了一根绣花的钢针 无意当中 啪扎在肠子上 往里一推 给退回去了 这三年当中的小嫂子 每天都真此人 常是隐隐作痛 就是找不着什么毛病 今天李二相容易说 真此人常何其罪呀 这位嫂子一听呢 她就明白怎么回事 哎呀一抱拳 二弟呀 此诗不可传意 什么叫不可传意 千万别跟别人说 我嫂子我改 还不行吗 这位大嫂子痛哭流涕 李二相公那些贤德之人 掺起嫂子坐在旁边上 帮她抚摸着这条胳膊 慢慢的一划了 一点一点的这伤口见好 嗯不错 看来呀 说破无毒 说完这句话 这就管事 这嫂子 你还别说 说到做到 兄弟弟再说 兄弟我改 他说这改 我改 他是真改 一点比一点好 作为一个贤妻两母的榜样 过了一年多 这小嫂子又生产 生了一个小姑娘 生产的书还是 含肠儿解 还是肠子又出来了 二相公跟大嫂子说 嫂子去跟收生婆 你们俩人把这个针找出来 看您的了二弟放心 嫂子我说改 我必定得改 到那去 把这针拔出来 这针还扎着呢 拔出来 把这肠子弄出去 大嫂子抱出这小姑娘 是哈哈大笑 致此一家人是其乐融融 这正是游春祭奠再到旁 谁知巧遇是阎王 因曹佑见汉杜妇 才知小嫂 真此常 好吧